其实越是让你有所期待的时候 它的计策就成功了嘛 你就会注意到 你就蹲下来 应该照理说它会跟着镜头里面蹲下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了 大家都这么拍 因为每天都这么拍 那就偏偏不要这么拍 那镜头就是静止 静止以后你蹲下去 到底是什么 通通没有 而且镜头是模糊的 因为焦距里面是在前面 焦距是前面 可是那一条沼舌的地方 是很有趣的 本来是这个 莫内里面是 它叫莫内还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 卡莫 卡莫是走在前面 镜头前面 那耶稣物是在后面 可是起来的时候 耶稣物变成在这里 卡莫变成在后面去 那表示说他们都有在找 找了老半天 就该所有找过的东西 通通是有的嘛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有两个画面 第一妈妈说他有看到 妈妈就有看到 这是因为忍情绪的时候 有时候会心里的一种自我投射 自我投射 耶稣物回来 因为如果看到一条蛇 那一条蛇走路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那一条蛇 如果是蛇的话 走路也未免太奇怪了一点 这是奇 而且蛇里面是那种速度非常快的 他没有留送 另外 耶稣物里面为什么以前他都没看到 今天突然看到 因为他慢慢的感受到 妈妈里面外面有男人 那男人是什么 我们讲的就是 欲望 情欲上面有代表 那你讲不出欲望啊 讲不出说 这种所谓情欲的一种问题啊 所以画面 电影画面 大部分都是 要不就用水 水的东西也可以做代表 另外要不就是用蛇也是可以代表 这个就是两个人 所以你看 耶稣物他说有看到 但是真的看到吗 真的是看到的吗 不见得是 所以他那个光线是非常非常暗淡 非常暗淡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要那么远 那么久 就是他的特质啊 所以让你敢在 镜头的运作之下 他其实他没有运作 他镜头只是摆设在那边 但是他必须要靠的是什么 演员的调度 所以他这个地方里面要走过去 然后起来的时候 让你出乎意料 怎么 因为耶稣物应该在后面啊 那如果这样 镜头又会没有太过难掉而已 所以都很长 每样东西都很长 这个叫做长镜头 但长镜头如果那么长的话 我看起来都完全是四平八稳 那完全没有变化 那这出去一定是失败的 可是他这起码还好 我认为他运镜的还算是 还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称颂的地方 所以还好啦 那个虽然是很长 但是这中间的一种抚养里面 多少少还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诠释 来 还有吗 哦 请走 我说我一个看那个电影最前面的一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